小朋友们,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,我是格子姐姐,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桃花园的故事。 在1700多年前的晋朝,由于连年战争,老百姓度日艰难,遇到荒年,庄稼收不上来,连饭都吃不上。 有一个名叫武林的地方,住着贫苦的渔翁一家,渔翁每天到河里打鱼,勉强维持着一家人的生活。 有一天,渔翁天不亮就撑着小船逆流而上,他打算划到河上游,多打一点鱼回来。 渔翁不停地往前划,不知不觉划得很远很远。忽然,他发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河的两岸都是山。 这到底是哪儿呢?渔翁继续向前划,只见河岸上盛开着美丽的桃花。 渔翁头一次见到这么漂亮和密集的桃花,桃花沿着河岸,一直延伸到远方。 一片片粉红色的花瓣随风飘舞,落在河里,落在草地上。 渔翁很惊奇,他一心想弄明白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。 他继续向前划,小船沿着桃花前行,河岛逐渐变窄了。 在桃林的深处,耸立着一座山峰。 渔翁看到山的背阴处有一个山洞。 从山洞里隐隐约约地透出来一点亮光。 渔翁跳下小船,把船系在岸边的树上。 他往洞里张望了一下,然后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。 洞里黑黑的,很窄,刚好能过一个人。 渔翁顺着洞前方透出来的微弱光线,手扶洞臂,一步一步向前挪动。 走了几十步拐了一个小弯。 猛然间,光线刺眼,前方一下明亮了起来,眼前豁然开朗。 哇哦,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妙的风景。 一块块耕作有序的稻田,一池池清澈见底的水塘,一片片繁茂翠的桑叶和竹林,一栋栋整齐漂亮的房屋。 田间小路纵横贯通,把每家每户连在一起,欢声笑语,鸡鸣狗叫,一片和平的景象。 渔翁再仔细一看,在田里耕作和路上往来的男女,身上的穿着和自己没什么两样。 不论是头发花白的老人,还是散着头发的小孩,看起来都很开心。 这到底是什么地方呢? 渔翁掐了一下大腿,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 有一位老人看见陌生的渔翁,十分惊讶,便上前问道, 请问,你是从哪里来的呀? 渔翁从头到尾地讲述了从山洞钻过来的经过。 老人听完后,把渔翁领到了自己的家里。 老人全家,杀鸡白酒,热情款待渔翁。 村里听说来了个外人,纷纷赶来观看, 他们都想从渔翁嘴里打听到外面的消息。 有一个人代表大伙,向渔翁说, 从前,我们的祖先为了躲避秦朝的战乱, 逃到了这个玉石隔绝的地方,就再也没有出去过。 但那时期,不知道过了多少年,我们与外界没有任何来往, 一直在这个四周世山的地方,过着安详和睦的日子。 所以,我们对外界的情况一点都不了解。 请问,现在是什么朝代呀? 鱼翁吃惊地说, 你们连现在是什么朝代都不知道吗? 自秦朝灭亡后,数国混战,后来建立了强大的汉朝。 以后,汉朝又分成了位数吴三国,三国后又成了现代的晋朝。 村里人听了渔翁的话,惊讶不已,长须短叹。 从那天起,村里的家家户户都轮流邀请渔翁做客,为他准备丰盛的饭菜, 津津有味地听他讲述外界的事情。 就这样过了好多天,渔翁开始想家了,他决定回家。 村里人送给他很多礼物,然后对他说, 我们有件事情拜托你,什么事情请尽管说。 渔翁回答道,最先把渔翁接到家里的那位老人对他说, 请你不要告诉任何人,你到这来过的事,还有你在这听到和看到的事。 渔翁满口答应。 渔翁向村里人告辞后,沿着原路又钻过那个山洞, 回到了他记着小船的岸边。 他为了记录,悄悄地在沿途做了一些记号。 渔翁回到家里,全家人皆大欢喜。 不久,武林一带到处传说,渔翁数天不归, 似乎去了一个神秘的地方。 当地的郡太守听到传闻, 派人把渔翁带到府上,让他讲述详情。 听完渔翁的话,郡太守马上命令手下, 跟着渔翁去寻找那个村庄。 渔翁无可奈何,只好带路, 但是他怎么也找不到那条通往山洞的路, 也找不到自己沿途做下的记号。 就这样,渔翁曾经看到的那个富饶平和桃花盛开的村庄, 在人民当中成了一个美好的传说,桃花园。 古往今来,不知道有多少人曾经千方百计地寻找这个桃花园, 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人找到过。 好了,宝贝们,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, 要给格子姐姐点赞哦。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, 微信搜索格子酱讲会一本, 格子陪你一起成长,晚安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